李建国 我要杀了你 当李玉哲来到约定地点时 赵涵却不见踪影 但他发现家明身上绑了炸弹 在炸弹就要爆炸的时候 李玉哲没有离开 选择和宋家明一起死 当然最后两人都没死 因为炸弹是假的 而赵涵也并没有被造成病狂 他的目标只有李建国一流 他利用宋家明分禁引开李玉哲 然后潜入李家杀李建国 当李玉哲反应过来 找到赵涵的时候 李建国和赵涵劫持着 赵涵拿刀抬向李建国 牵住一发的时候 李玉哲扑上去 替父亲打了一刀 赵涵互相好兄弟 后悔不已 最后被捕入狱了 李玉哲也没死 最后和宋家明结婚 还生了一个儿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儿了 把你想说的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